啊 所以摘戒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啊 摘戒什么意思呢 佛学大寺殿里头有说语 啊 清醒之不尽 这叫摘 净身之过非也为之皆 这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 啊 我们的心不清净 心有染污 自私自利是染污 明文立扬是染污 无欲六成是染污 贪嗔痴慢是染污 把这些东西统统都放下 心就清净了 所以摘是摘心啊 啊 叫摘戒 要懂这个意思啊 现在一般人认为摘是什么 摘是吃素食 啊 即是说是 当然是能帮助身心清净 不是他的本意啊 啊 一定也是了解他根本的意思啊 戒是戒律 通常讲的五节 不杀神 不偷盗 不盈日 该戒的这一天 不盈日 不妄于 不饮酒 八观摘戒黑宁 一说 这叫戒 大臣一章第十二卷里都有 戒时 房敬 故 名为戒 戒亲 故名为债 把这些两个意思说出来了 周一 这中国书 韩康白的诸解 悉心越窄 仿患越解 意思都相同 所以佛门里都有八观摘戒 有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一日一夜 时间不长 二十四个小时 八观摘戒 我们这一年 我们这一段是从三藏法书里头揭露出来的 出处 匹驳杀论 跟杂阿罕金 意思是说 观者 敬业 为 禁闭 禁闭什么呢 禁闭杀到淫等 八种罪 实之不反顾 实之不反顾 这重点一定要知道 在这个时间里头 二十四小时 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 把你的清净心 吵出来 论语 这是毗婆杀论里的说理 夫摘着 故中不顺 注意过中 不是过五 因为五时 是十一点到一点 这是五时 过中是 太阳在日中 太阳过了日中 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那么太阳的日中 每一天不一样 所以 持这个节的人 必须要有一本 天文日历 天文日历的有记载 每一天 每一天 日中 是几分几秒 他住得很清楚 你要一天文日历 古时候没有这个日历 用日历 他有个仪器 让太阳这个影子 不能过中 他用这个方法 现在有天文日历 非常方便 所以过中不实 以八戒 八条戒律 组成 债法 共享支持 顾佑民 八支 债法 每个月呢 有六天 这是农历 粗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是为六战士 就是一个月 有六天 于此六日 能修此八戒戒 祝天相亲 天人看到欢喜 天人 他的基本的德行 是慈悲吸血 叫四无量性 啊 啊 玉戒天 四王天 以上 啊 这都是算大的算 小的就太多了 就不细说了 四王天 涛利天 夜魔天 斗帅天 画落天 他画自在天 这一节六种天 啊 他们这个国报 从哪来的 修上平时神 再加上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是 慈悲吸血 天人 天人做到了 天人做到了 凡复现在想学天人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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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六天 啊 修六天呢 这个天人的摘解法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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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天 就是这些天人 看到之后 欢喜 极为祝福路 啊 这是什么 赠福 赠路 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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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手 这个路 是财富 啊 修俄手 都向上提神了 啊 现在人完全不理会这些 他又不相信啊 他都说这是神话 啊 都是谣言生死 赠福